我的三大妈正版游戏终于下好了 终于可以开玩了 赶紧来运行一下 怎么打不开不了 计算机中缺少D3DX9.dll 怎么回事 肚娘 我这个游戏怎么运行不了 他跟我说缺少D3D什么东西的 怎么办啊 我帮你找找啊 你好像要装一个DirectX 啊?DirectX?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玩游戏天天都得接触DirectX和OpenGL这些东西 没办法呀 不折腾就玩不了了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们究竟是干嘛用的呢? 我就知道我玩游戏需要DX 但是为什么需要DX呢? 这个OpenGL又是什么鬼呢? 在很早很早以前 软件开发缺乏标准 编程可以说是一对一的 我这串代码就对应这一种硬件这一种系统 这样一来 开发的过程就极其的繁琐呀 毕竟你这软件可是一对一高端定制 你想让全世界的设备都用上你的软件 那对不起 你一个个去找软件厂商 一个个去做适配吧 累不死你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中间层 在不同的软件不同的硬件之间进行沟通 这就是API 应用编程接口 API就相当于是一系列函数的集合 程序可以直接通过这些函数进行构建 不需要访问更底层的东西了 这样一来 软件开发的门槛就降低了 API的意义在于简化编程的操作 打个比方 你现在想和俄国人交流 如果没有翻译的话 你就只能自学俄语了吧 可是这也太麻烦了吧 合着我就想搭个话喝两口福特加 我还得再学一门外语才行吗 当然不必这么麻烦 你找个翻译不就行了吗 这API就是你的翻译 尽管翻译会造成延迟 会降低一点交流的效率 你得额外花点时间等翻译说完 但是至少你可以听懂老毛子说话了 可以正常交流正常喝酒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说到这里你也应该猜到了 我们亲爱的DirectX和OpenGL正是API 确切说OpenGL是一种图形API 而DirectX则是许多种各种各样的集合体 其中当然也包括图形API Direct3D 图形API 猜猜这个名字都知道 这是为图形计算设计的 那么玩游戏说的最多的也是图形API 这里我们用Direct3D来举个例子 在游戏中它的作用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 乘上起下嘛 它就相当于是游戏引擎和显卡驱动系统层之间的桥梁 是同时精通上层下层各种语言的翻译官 OpenGL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工作流程 但是它相比Direct3D更加开放一些 因为OpenGL是由非灵力性的行业联盟Chronos Group牵头的 它是跨平台的 对于系统没有限制 你不仅可以在Windows上用 也可以在MacOS、Linux上使用 甚至还可以在安卓和iOS上使用它们的阉割版本 OpenGL ES 相比之下 Direct3D就只允许在微软自家的Windows和Xbox上使用了 此外 OpenGL的学习门槛也更低 开发人员更容易上手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效率往往不如Direct3D 新特性的更新往往也比较慢一些 说白了就是不如Direct3D先进吧 这两种图形API的地位是一样重要的 OpenGL在所有的领域都很吃香 包括许多的专业领域 而Direct3D对于我们这些玩游戏的玩家来说是最熟悉的 除了D3D之外 DirectX家族还有很多的小兄弟 比如说Direct2D是负责2D图形的 Direct Compute是负责通用计算的 XAudio负责音频 而XInput这名字听着也很耳熟 这个是负责Xbox手柄输入的 随着Windows版本的更新 DirectX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每一次版本升级都会加入一些新的特性 带来画面上的突破 或者效率上的改进 比如说DX史上非常大的一次进步 DX9.0C它就带来了SM3.0的支持 加入了比如说置换贴图 刺表面反射 柔和阴影 还有最重要的全局光照 这些特别棒的特效 所以你会发现2004年之后的游戏 画质突然间就好起来了 再比如DX11给我们带来了曲面细风的特性 让我们游戏中的物体细节更加丰富 同时也帮助开发者节省了建模的时间 最近的一次更新是DX12 DX12很有意思 它的游戏画面相比DX11没有任何的进步 因为DX12的升级完全是效率上的 那么DX12是怎么样提高效率的呢? 还记得我们刚刚这张流程图吧 我们把这个理解为DX11的流程 那么DX12的流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DX11时代 驱动和系统层会代替开发者 来管理硬件资源 但是斗地主的时候选拖管 肯定没有你自己打的好了 驱动不一定完全理解软件的需求 只有开发者自己才最明白自己的软件 在DX12里 开发者的这个梦想就成真了 我们把DX12称为底层API 因为它赋予了开发者更多的管理权限 更加接近底层硬件 可以让开发者更自由地和硬件直接交流 这样一来 开发者就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 可以给游戏做出优化了 这种剔除冗余 消除官僚主义的作风 在DX12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比如说通过减少API带来的CPU开销 支持更多的DRAW CALL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利用上多核处理器了 可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发生了 DX12的游戏尽管也有表现不错 性能进步的 但同样也出现了性能倒退的游戏 诶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DX12可以提升效率的吗 怎么有些游戏反而开倒车不如DX11了呢 这我就得给你好好分析一下了 你看 这底层API的意义就在于放权给开发者 因为我们觉得开发者是最了解游戏的 可是 你给了开发者自由不代表他们愿意去干呀 本来应该驱动层干的事情 你现在扔给人家开发者来做 首先人家不一定乐意加班 其次游戏公司也不一定愿意掏这笔钱呀 最后 也不是每个开发者都有这么强的技术能优化好游戏的 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不等于繁荣啊 底层API把游戏的命运全全交给了开发者 而开发者的表现参差不齐 这才导致了DX12的游戏表现参差不齐 比如之前的方舟生存进化 DX12模式的表现就很糟糕 因为这个游戏的开发商是一个小工作室 没什么开发经验 用的又是虚幻式引擎 算是别人家的东西吧 他们是没有足够的技术和精力来驯服DX12模式的 相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战地1 DX12的表现就很优秀 这就是因为DICE有非常丰富的开发经验 他们很熟悉自家的寒霜引擎 再加上EA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投了很多钱进去 所以才真正的发挥出了DX12的作用 同样的 OpenGL的继任者Vulkan也是底层API 也可以自由地和底层硬件进行交流 Vulkan的情况要好一些 因为也有Eat Software这样九副盛名的开发商撑腰 做出了非常优秀的EatTech6引擎 所以不管是Doom还是德军总部2 都有着非常优秀的Vulkan性能 但是总的来说 像DX12或者Vulkan这样的底层API 都严重依赖于开发者的能力 只有优秀的开发者才能给我们带来性能提升 所以时至今日 大多数的游戏厂商 仍然在采用DX11制作的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看看 这个底层API可以榨干硬件的潜力 但是需要开发者多花时间来做优化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 诶 这不就是游戏主机上的做法吗? 难道游戏主机上用的也是底层API吗? 没错 但也不尽然 一方面 这招确实是和主机学的 我们的主机很早以前就开始支持底层API了 而且由于主机的硬件比较单一 游戏开发商理论上是不需要给其他厂商做适配的 主机上的API往往也会基于主机的硬件做出针对性的优化 比如本世代的主机都是低U高显的类型 GPU强劲CPU弱 所以不管是PS4还是XBOX ONE 它们的API重点都放在了通用计算上 把CPU的负担扔给GPU来做 这就是深度定制的底层API嘛 放在主机上合情合理啦 然而另一方面 很多的主机不仅支持底层API 也同时支持传统的高层API 比如PS4就提供了GNM和GNMX两种API 前者是低到不能再低的 对着硬件直接啃的那种底层API 而后者则比较像DX11属于高层级的API 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PS4的开发者使用的更多的还就是 高层级的GNMX 而不是接近底层的GNM 诶?这是为什么呀? 不是说好的主机优化使用底层API的吗? 原来GNMX存在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方便跨平台游戏的移植 因为它和DX11非常像 所以开发者很容易上手 并且不用修改太多的代码 就能把游戏搬到PS4上 但是它的缺点相信你也发现了 PS4上很多的跨平台游戏 性能表现还不如同配置的PC 相比之下 顽皮狗和圣摩尼卡这些顶级的第一方工作室 就和其他的乌合之众不一样了 它们更喜欢使用接近底层的GNM 来压榨干PS4的每一丝性能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多画面精美的独占大作 索尼将两种API结合使用 门槛低 上限高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当年的刺客信条大革命只能跑20帧的机器 如今却能流畅地运行 战神4这种独占大作了吧 看完今天的节目相信你对图形API也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了吧 今天我们几乎把市面上所有重要的图形API都盘点了一遍 但是唯独有一个图形API我们没聊到 这个API呢 昙花一现 但又非常精简 非常重要 关于它的传奇故事 我可以讲一整年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挖一个坑 有机会再和大家聊一聊3D游戏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点赞键 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